各位大家好 現在是7點09分 我人現在是在Cranet Jaya公園 今天是 到公園裡面 小高高 現在組裝住我的吊具 這裡公園是用like就可以了 比較刺激一點 我朋友就常在這邊吊 他們就 吊那個 滑鍋 就是很不錯叻 有 6-7公斤 大的 但我今天的目標就是 盪水石斑 前導是用 10磅 主線你可以用大概 7磅就ok了 不會太大 現在要說一下那個吊主 Snap Snap直接綁 Sewer 然後 然後 出蛋糕 就是這樣子 會用的 手是這個 Tetra Works 這個是 模仿BabyStream 我拿一次給你們看一下 我也不懂 其實 BabyStream是想這樣 看到嗎 我也不懂 BabyStream其實是想這樣 但是這種 尖尾的 就適合 比較適合拿來跳 手法就是 跳跳 然後讓它飄 然後跳跳 讓它飄 看到嗎 尖尾的 兩個尾 兩個尾巴 四千多勾 這只是單勾 然後 往中間掛進去 這樣子 然後拉紙 追上去 就給我 那主要 拋出去的重量 是靠這個Sewer的重量 Sewer你可以選擇 大一點 這個Sewer 是拿來jacking 那種Sewer 直到我們在跳的時候 它就不會長線 避免長線 我們現在就去 拋了幾根 試一下 好 給 甩一下 很難的 拉斯比較多 好嘞 哇哎呦 拉西多个鱼在这边 让我们吃一下 半水石半鱼 在马来西亚我们称它为加瓜 原因是和它的生活习性有关 这种鱼喜欢长时间躲在石凤旁和障碍距离 加上身上有明显的花纹 而得到淡水石斑这个名字 淡水石斑的原生地是中美洲的尼加拉瓜 所以淡水石斑是属于外来鱼种 但是我们秉住路亚钓鱼的精神 我还是选择钓后方 好让以后还有其他钓鱼人 还有机会钓到这种鱼 其实马来西亚的路亚对象鱼种并不多 而这些外来鱼种就恰恰给了 喜欢路亚的钓鱼 多一点不一样的对象鱼 淡水石斑是属于磁雕科鱼类 和黄帝鱼以及我们熟悉的非洲鱼是同客的 偏肉食性以小鱼虫为食 所以你可以采用钓黄帝鱼的泥来钓淡水石斑 其中就以小卵耳和毛钩的效果更好 要钓过淡水石斑 应该将尼尔抛向障碍区 如果你有留意刚刚我提到的 他的生活习性是喜欢躲在石凤旁和障碍区 再加上淡水石斑是拥有较强的土地意识 所以我们必须把尼尔来回穿梭在石凤旁 然后再以尼尔敲至石头 引诱它摇 淡水石斑的体型可以长到大概30公分 体重可以超过1公斤 所以钓具方面越细就越好玩越刺激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今天不钓鱼 这很小条放了,是正口 找大条一点的 再拍 就每次都要记住就是要把那个尼尔要重新检查一下 我刚刚是去换了,从Light换去Ultalight的钓组 等下再给你介绍一下 我这个钓组 是这样的,是不错的 又没有人机会 感觉到右上一样 这个小鲁石都会呈们 像是要,我们更翔走 一样的软档 一样的小鲁石 那边就要和你发现 画面的软档 小鲁石 嗯 中 中 就是差不多 我们下颗鱼了 这个大概就是用毛钩来中的 这个是用那个卵耳 开始没有什么鱼 18 20 18 也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简单 来 我们放回去先 对吗 对吗 这样子也比较难看 看一下,我们丢掉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就走了 我们放回去 等它下沉先 然后也是用跳的方法 跳 收 跳 你稍微感觉到它跳到去水面的时候 你就开始收一点先 你让它再下沉 你感觉到它跳到差不多水面的时候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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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可以搞 搞一轮的,你看看 这只比刚才那个差不多 小一点 小一点 来 放回去 这比刚才那个小一点 来,放回去 下颗 找个地方做Ending先 刚刚用那个软耳是 其实是 蛮难重于一下 过后就没有办法出绝招 用毛锅 这是毛锅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模拟密封吧 看一下 OK,调准很简单 故意本身它没有什么重量 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个 铸头器 你Step 绑铸头器 前倒 然后 然后 两个stopper 中间放个亮片 这个亮片 这个亮片是有啊 引起鱼的作用的 所以你在水面拖行的时候 它会 生产发量 引起鱼的注意 然后再就会咬骨 它就像用毛钩它的咬骨会比较好 所以大概时间是 10点 开始晒 那说一下来这里钓鱼 它需要申请一张 这个 卡 这个是 pass 蛮劲的 它分别是有 一个星期 一个月 半年 或是一年 它的费用是 一个星期是5块钱 一个月是15块 然后半年是90 一年是120 其实我是建议你们可以拿 一年啦 如果实际上会在这里钓鱼 因为这个是 不只是包括这个公园 它其实包括了 六个公园 分别有 我现在这个就是 Taman Bandaralan Taman Jaya Taman Aman Taman PJ Taman PJ 林斯 还有Taman Rimba 亮 后面已经小 清楚 至于要怎样申请的话 这个Grant Jaya的公园 这里申请 然后这个路牌后面 它就在这里进去 影片到这里 我们在下影片再见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帮忙 订阅按赞和分享 OK See you guys